孤独的人更容易在古事中成功 这个过程有点像修行,很孤独 只有那些能够独自面对古事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市场的本质 这些真正领悟古事的人往往会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思维方式 在炒股的过程中,他们经常都是独来独往 而在领悟之后,他们的思维境界得到了飞跃 很难找到可以与之交流的人 因此,这些人经常会选择独处 真正领悟股市的人一定有着自己的投资理念 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跟我说炒股几个月赚几十个点并不难 但是每个月都赚十个点以上,那就很难了 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 后来,他向我展示了他的账户 两年时间里,账户犯了十二倍多 我才意识到这个人真的很有本事 我认真听了他的投资理念 他认为短线交易很危险 只有中线布局即将启动的低位股材是最赚钱的 真正领悟股市的人逐渐看透了人性 领悟了事物的本质 对于身边的人和事 他们非常通透 有时别人刚开口或者刚说几句话 他们就能预感接下来会说什么 别人的意图 以及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内心深处会自然而然地推断出其中的因果关系 并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想要在股市中获得真正的领悟并不容易 通常情况下 当上帝为你打开一扇窗室 也会在某个方面为你关上一扇门 如果你想要获得什么 你必须为之付出代价 比如 如果你想要在股市中获得成功 你就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 如果你想要真正领悟股市 你必须学会忍受孤独 交易绩效有时宛如云霄飞车 时而攀购 时而俱焦 总是夹杂住欢乐与哀愁 一个不留神 市场便可能瓦解投资人心理 蹂躏投资人灵魂 只要进场交易 这类的经验便无可避免 但是投资人尽可学会如何应付这些情况 甚至学习从中获利 一 只靠自己当交易师 千万别想依靠他人 成就自己 投资人想依靠的人 可能根本不是一位成功的交易员 当然也有例外 但机会不多 只有相信自己 才能做得更好 绝不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他人 这点无比重要 无论沦落到何种地步 自己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起全责 只有自己承担责任 才能改正错误 也才可能不重复犯错 二 以长期目标为焦点 避免根据短期绩效调整交易方式 因为短期而言 任何交易方式均可能量力一事 然而长期累计结果 却可能糟透 另一方面 最佳的交易方式 也难免三不五十的亏损 因而若以短期绩效 判断交易方式好坏 很可能剔除了最佳的交易方式 中而导致亏损 三 不自我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 正是顶尖交易员的致命上 这种例子屡见不鲜 别再因而成为牺牲者 以自我为中心的交易员 是无法面对亏损的 他们几乎经不起连续几次的亏损 这导致他们往往以非常短期的绩效 评估交易方式的好坏 市场没有立即顺着自己的交易走势 便积极出场 无意识投资大忌 四 在能力范围之内交易 交易不能影响正常生活 结果无论获利或亏损 投资人总是情绪紧绷 就千万别进场 因为一时的情绪急易倒引出 灾难性的策略与谬误的判断 投资人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便是获利后就加码 这种事最糟糕不过 因为欢乐后紧接着而来的 往往便是亏损 在亏损之前加码 便会使得亏损叫获利加快一倍 交易金额应保持恒长 毕竟缓步稳健者 才会是最终赢家 无 无论获利亏损都别情绪化 孤独交易者较不容易被影响 其实 交易心理才是在这些市场获利的关键 分析后发现孤独交易者 既不容易被环境他人情绪影响 而且同时更容易保持着理性 抓住更多获利机会 感谢观看